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被世人誉为海上仙山的美丽群岛 庙岛群岛及长岛 长岛县是山东省唯一的海岛县 为阴台市下下县 长岛共由32个岛屿所组成 每座岛屿又都有着自己的庙区所在 我们首先到达的便是南长山岛 它的庙是什么呢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 就是黄海和渤海的分界线 我现在啊一脚踏两海 两耳听双掏 那在我的面前呢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一个 倒S型的黄渤海分界线 黄渤海分界线是长岛县标志性景观 由于两海海水的高度颜色密度不一样 在两海交界处做成了一幅奇妙的太极图 美丽漂亮 大自然真是太神奇了 非常爽 空气非常清新 一种回归大自然的感觉 应该是 这边是黄海吧 这边应该是黄海吧 两海海水颜色精卫分明的原因是 黄海底为沙河历史结构比较紧硬 即使有点风浪和涌流 海水也不易浑浊 清澈透澜 渤海海水就不同了 海底多为稀泥 质软水又浅 稍有风浪涌流 海水便浑浊不清 成为黄色 我现在就真正的站在了 黄海和渤海的中间 我们可以仔细的观看 这个黄海的水 更加的汹涌澎湃一些 而渤海的水呢 相对的要温柔一些 两个海 它温就在这儿交汇 行走在这个沙滩上啊 你会发现 在这儿的这个石头啊 都非常的润 不像其他的海边 都是沙滩 是沙子 这儿的是石头 这条由各色卵石堆砌而成的 球石滩 形状由阔而间 弯曲飘逸 它是由黄海两岸 自然动力相互撞击 自然交汇而形成的器官 这些五彩卵石 俗称球石 经千万年海水冲刷 沙石魔力形成的 球状图纹石 石上七彩营绕 变化无穷 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 2008年 荣英为山东八大名石之一 长岛旅游局 为了保护不可再生的球石 和延续这千年形成的原生态自然景观 规定游客来到这里只能观赏 不可带走 要保护资源 最好不减 要不有 沙灯就没了 再没有什么可看的 咱现在这个球石就是以观赏它为主 在这片静谧的群岛间 黄渤两海不远万里相约在此 而每年4月到8月 另一群精灵也会容约出现在这群神秘的群岛间 快看 这么长长的队伍 他们都是和我一样 要坐上这个海上游的轮船去万鸟岛 看万鸟岛上面的美景 这样我对于万鸟岛更加充满了期待 我不知道那等待我的会是什么样的情景 好了 我不多说话了 跟他们一样去排队 前往万鸟岛要在长岛旅游码头坐船 大约一个半小时就可到达万鸟岛 游艇渐进万鸟岛 山腰欧鸟嘎叫越发清晰 春雨雾层 沙士岛上的精灵 洁白如雪的海鸟 全部震斗开羽毛围拢过来 盖满了头上的天空 硬白了脚下的壁海 上上下下 前前后后 尽是翻飞的翅膀 使人感到仿佛是在云层里沉浮 你这牙都出来就行呀 好玩 太好玩了 人海这个女儿是非常的河浅 比较精彩 以前从来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多海鸟 没想到就会有一辆地上 眼前这座仅有0.05平方公里的就是万鸟岛 除了常驻这里的海鲁瓷 贬嘴海雀等海鸟 每年4到8月 岛上的海鸥数量最多可达到20多万只 非常漂亮 南那边 一层一层像都不一样 没见过感觉 那么这座仅有0.05平方公里的小岛 为何会吸引如此波的海鸟呢 万鸟岛离市区较远 无人居住 海岸地貌悬崖斗壁占90%以上 海鸟未避开天敌 喜欢在极其险要的崖壁上筑巢 所以万鸟岛是一座天然的海鸥石楼 游船只能离岛200米以外暂停 游客不能登岛 一旦破坏了他们的生活环境 这幅绝世的欧鸟百态土将消失在这静谧的群岛间 这里就是万鸟岛 浩瀚的海洋 自由飞翔的海鸟 让来到这儿的每一个游客 都能够放飞距离已久的自然心 到万鸟岛船上的工作人员会有准备好的压缩面条 游客可以买来喂海鸟 但不要自带食物喂海鸟 一旦吃了海鸟不易消化的食物 会很大程度影响到他们的健康 就在游客享受着视觉盛宴的时候 游民如中尽为游客的味觉盛宴 开始了他们忙碌的一天 每年九月正是长岛的开海时节 卢大哥每天早上都会迎着日出近海大鱼 直到2012年开始 卢大哥在旅游旺季的每天下午多了一项重要的工作 带着游客出海拔龙 小风已经换好了救生衣 跟着卢大哥出海了 你们是来旅游的吗 是啊 这个是你们挑选的这个浮标是吧 是啊 哎呀有什么啊 螃蟹 螃蟹 大螃蟹 这还有海星呢 真漂亮 紫色的 好漂亮的海星啊 这什么感觉 喜欢一下游民的感觉 游民生活 游民下荣游客把荣在长岛已经成为一种体验旅游项目 游民会把网龙下到临近岸边的近海域 这样既可以保证游客的安全 又能让游客切身体验一把游民生活 拽上来荣中的海鲜归游客所有 我今天也想试一下看我有没有这个好运气 捞上非常好的海鲜 这有一个 我一看试试看这个 哇好沉啊 感觉这个船都跟着我走了 哇看到 哇 这种奇怪的海螺吸引了小峰的注意 这到底是什么呢 哎呀收获太丰富了 你看海星啊螃蟹啊 哎这是海螺吧 可能是那个地居蟹 寄居蟹 寄居蟹又成海怪和白柱房 它鼎鼎大名是由于它长城吃掉贝类等软体动物 把人家的壳占为己有 随着它的长大 它会换出不同的壳用来寄居 我想看看这个地居蟹 它是分开的吗 跟海螺是分开的吗 分开的 可以出来 它可以端出来 可以啊 我得轻一点 哦 脑袋出来了 看着有点像龙虾的头啊 哦 身子也要出来了 哦 感觉它的身子好像是肉糊糊的 左里叫海鲜 哇 你看 当我们看到它外面的这个钳子的时候 感觉像是螃蟹啊 看它脑袋呢 感觉像是龙虾 然后再看它的身子啊 其实软软的 有 其实跟那个海螺的肉啊 很接近 三个不同的部位 像不同的这个海鲜啊 所以我觉得 这叫海怪 寄居蟹都产于黄海 及南方海域的海岸边缘 一般生活在沙滩和海边的岩石缝隙里 全世界已知寄居蟹有一千多种 中国约有一百多种 大叔啊 那这个寄居蟹能吃吗 能吃 哦 那都怎么吃啊 葱蒸和烟酱 这是我们藏导的特产 比这个地下杖还要好吃 大叔边说 口水的 一会儿我去找一个地方 有师傅会做这个海怪酱吗 这个我会 上岸了 上岸了 谢谢师傅 不客气 好 你先吃 好 来 哇 看看我们今天丰收了 给我吃一顿好的了 师傅再见 再见 谢谢 不客气 老板 你好 先来 我找了一下这个狙几线 您帮我做一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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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来 这位于家乐的老板叫袁承盛 是长岛县迪沟村的村民 1993年就在县里经营饭馆 由于当时的长岛县极为封闭 客人有限 98年 袁大哥决定外出经商 但2003年以后长岛旅游日趋火爆 袁大哥看准势头回村子开始经营于家乐 现在于家乐客人很多都是奔着袁大哥这手好厨艺 尤其是长岛特色的海怪酱 它是长岛渔民的发明 是世代相传的专利吃法 对于来到这里的游客 除了想要吃到那些新鲜生猛的海鲜 长岛独有的海怪酱怎能错过 海怪酱的制作过程并不复杂 首先把海螺壳中的钉子户用锤子敲出 这个看似简单的过程 却考验厨师手上力度的分寸 然后把脱离螺壳的寄居蟹清洗干净 从肚子切断 头部比较坚硬的毛和蟹腿要切掉 袁大哥告诉我们 即使寄居蟹的蟹熬 蒸着吃会比螃蟹更加鲜美 只是寄居蟹数量少 所以长岛鱼鳞会在有限的食材中 将它的纤维分解出来细细品尝 再将蟹头捣碎 用滤网把捣碎的汁液挤出 和已经锻好的软体部分 一起放入锅中 大火蒸20分钟 蒸的作用主要是杀菌防腐 出锅后放置阴凉处发酵 两天后就可以吃了 在炎炎的夏日 爽口的农家蘸酱菜中 海怪酱绝对是当仁不让的主角 它与虾酱等海鲜酱类最大的区别 就是海怪酱口感很淡 淡淡的咸味 淡淡的鲜味 咸鲜中让人口齿流香 回味无穷 总配角海怪酱也绝对的敬业 海怪酱炒鸡蛋 就是尝到一道地道的瑜伽菜 切好葱花 鸡蛋捣碎 下热油锅翻炒两分钟 这道简单的小菜就可以上桌了 最后还可以用海怪酱煮面条 那么这在餐桌上可以随意角色转换的海怪酱 到底味道如何呢 满满的一桌鱼加海鲜已经上齐了 那么辛苦大哥了 给我们准备了这么满满一桌的海鲜 到家了 你别客气 精髓在哪 就是你鲜活 海里捞上来咱就加工 是吧 来 试试 这个就是海怪酱 对 那我刚才拿来的那个海怪 您现在做完以后制作完以后就变成了海怪酱 就这个味道 非常鲜 然后有独特的味道 然后有我们那个兰州的虾酱没有的味道 回去要带一家回去吗 对 要带一家 八门米 那时候可以有那个绳 拽着绳 直接一拿下来 造极力 你走 在这个一山半海的小院中啊 没有了都市的喧嚣 感受水乳交融的瑜伽生活 这种浓郁的生活味道 才是让所有游客最留恋的地方 我们还是再一次感谢大哥给我们准备了这么丰盛的晚餐 谢谢您 像袁大哥这样的瑜伽乐在岛上有六百瑜伽 岛上除了海鲜 其他的物资基本都是用船运进来的 曾经在长岛县村民眼中落后封闭的家园 如今已经转换为长岛的特色 每年莫名前来旅游观光的游客 给海岛的游民带来了无限的商机 目前长岛县瑜伽乐旅游直接从业人员约1.3万人 全年税收占全线收入的60% 像袁大哥这样的店面 每年5月到9月的旅游旺季可以收入15万元左右 在这个灵性巨足的小岛 因为生活简单多了灵清松涛仰望星空敞开心扉的机会 在这个远离喧嚣的小岛 心怀一份懂得释放一份潇洒 放空自己简简单单 来到长岛 我看到了外鸟岛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象 渔民们日出而坐日落而息的场景 也品尝到了长岛独有的海怪匠 长岛正以优美的自然和人文景观 丰富的物产吸引着海内外的游客来此观光旅游 好了美丽中国型生态乡村游 我们继继续出发 我们继续出发 如今不老新岛上的人们依然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游民们在自己的家门口迎来了远道而来的游客 而游客也为海岛人带来了外面的信息 传统游业与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让海岛的游民生活得更加富足和安乐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想了解节目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四百多年的辖江米粉有着怎样的制作难度 美味的秘密又从何而来 新民村八个少数民族上演美食重头戏 美味的诱惑无所不在 美丽中国乡村行走进吉安市 辖江美食风情之旅 敬请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